看我们这个手黑不黑 多对得起我们礼堂的太阳 大家好 我叫索朗尔斯 我是礼堂的康巴汉子 大家好 我叫扎西欧姆 我是来自礼堂的康巴女孩 在这个高原 礼堂这个地区 是非常好看 非常完美 这个地方是值得活的一个地方 年轻姑娘的面容 浮现在我的心上 礼堂它有自己的一个因素 确实它是因为受了丁真的一些影响 然后有很多游客知道了礼堂 可能来到这里之后 下一次来的就不是因为丁真 可能就是因为真的喜欢上了礼堂 说实话 在我们这里 就我们当地认为康巴汉子的话 不是我这种的 是非常强壮的 还有就是要骨子的那种 个子高高的 而这样就是被认为康巴汉子 但我们的话算不上康巴汉子 康巴小伙子 对 应该要说康巴小伙子 以前不是很喜欢打扮的 后来就觉得康巴汉子 名次火了之后 我天天都喜欢 非常喜欢打扮 比如说以前一个月头发只洗一次 今天头发就是这几天三四天洗一次 素质是最主要的一个 尤其是在我们高原上 最讲究的是一个人皮温三观要真 那是从小在这村子里面长大 这一些人际交往方式 这些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们心还是有点纯净 还有就是他们从小就在草原上 骑马长大 赶牦牛 我们看起来他们就特别成长 特别厉害 特别可怕那种 其实我们接近的了解他的时候 他们是特别好的 我以前我是一个服务员 就在这一个餐吧里面 就打工的时候第一很累 第二工资又不高 现在的话就是工资方面还是可以 带游客非常开心 我昨天一天都带了91个人 跟游客们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同时我自己也能提高自己的一些什么 讲解能力 还有就是胆量 因为我本来就特别喜欢当讲解人 然后就是想把自己加上一些文化 然后让大家更多人知道 现在有很多人都来礼堂旅游的吧 我想的是我这里有个家 改装一下修建 就是改装一个民宿 现在有很多这种小网红的吧 一点小名气的话 他们去改造一些民宿 还有就是做一些虫草生意 应该是喜欢这个 他们的一些纯净的一些笑容等等 就买他们的一些东西 我也在这个抖音里面做发布一些视频 但现在的话粉丝不是很多啊 想的是慢慢来吧 这个古镇这个巷子已经多了很多 大部分都是开民宿 然后还有那些摄影啊 可以租那些服装 我想当网红 能带动我自己的经济 对 我自己可以买车 我希望以后如果这个地区还活的话 不希望是只为丁正一个而活 希望为其他一些更美好的事情 我们当地的一些特层而活 我们是念航宪宪宪宪将军园 欢迎你们来礼堂 我们在礼堂等你 感谢哲哩 我们在礼堂等你